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秒飞食物,我是飞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别人不要的,但是又很好吃的 这道菜成本很低,但是又非常的好吃 如果大家想学习这道菜,请跟我看完本期视频 这个是人家不要的炒鱼的内脏 用一把手术刀把这些肠子给它挑开 挑开了之后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这些草鱼的肠子里面大多都是一些草 就是需要一些耐心把每一条肠子都要挑开 就跟开鸡的肠子和鸭的肠子是一样的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把它做好 挑好了的肠子放到盆里 用自来水给每一条鱼肠都要冲洗干净 不用放任何东西来清洗的 只要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就可以 这鱼肠里面还有一些肝都是可以吃的 炒鱼的肝脏软糯做好了之后又非常的香 这么多的好货竟然不用花一分钱 冲洗干净了之后给它控干水分 把上面的水分都要挤压干净 水分挤压不干净 一会在煎制的时候水汪汪不好煎 控干水分了之后就可以放入锅里直接煎制 要把鱼肠上面的油都给煎出来 就在煎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料 去好皮的姜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丝 接下来 顶刀切成酱末 小葱切成葱花 这个时候的鱼肠里面的油已经全部煎出来 找一个捞泥把里面的油和水分给它倒掉 然后再把鱼炸到锅里继续煎制 要把鱼炸煎到十分的干香 就像现在这样有点微微的焦和感 现在的鱼炸非常的香 没有任何的腥味 下用剁好的姜蓉再给它翻炒一下 继续再煎制一会 煎鱼炸放了姜煎出来会更香 放一点点盐增加底味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 稍微给它切上几刀 千万不要剁碎哦 稍微给它改上几刀就可以 就像现在这样的粗个粒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空碗 打入四个鸡蛋 加入少量的盐增加底味 用我的筷子朝隔壁小姐姐的方向 将其搅拌均匀 下入煎好的鱼炸 还有切好的小葱 再次用我的筷子 将其搅拌均匀 就可以上锅煎了 锅里面刷一点点油 下入鸡蛋和鱼炸 然后用锅铲 单开 铺平 好了就像这样就可以 全部铺平了 从锅边淋入一些油 用锅铲稍微动一动它 让油渗透到里面去 晃动锅身 使蛋饼均匀的受热 开中小火慢煎 先煎至鱼面金黄 翻面再煎 要煎到这个效果 金黄酥脆 继续晃动锅身 使蛋饼 受热均匀 不会翻锅的同学 我来教大家怎么去翻这个蛋饼 先把蛋饼倒入一个盘里 然后再反扣为锅里 这种方法虽然麻烦 但是效果很好 好了 鱼炸煎蛋饼 就煎好了 再切的时候呢 给它对半切开 把它切成十字形 就变成了四半 把它切成米字形 就刚好是八块 摆盘的时候 煎的找外边 好 这个鱼炸煎蛋 就摆好盘了 鱼炸和鸡蛋的融合 真的是很好吃 非常的香 软弱干香 又有一定的弹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帮忙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